王柏珠大姐作为祖传家业的第三代传承人 一直在坚守过桥米线的传统做法 这早已融入到蒙子人生活中的过桥米线 到底妙在何处呢 来到蒙子不查我们家的过桥米线 你会感到遗憾的 是吗 天哪 这太豪华了 这是一套米线是吗 一人份的 一人一份 我知道过桥米线它的碗都挺大的 但是当你坐在面前还是觉得挺大的 比我的头都大 过桥米线吃的就是鲜味 于是根据个人的喜好 加入蛋 肉 青菜等配料 鲜生厚熟 鲜昏厚素 依次放入接近废点的汤汁中 汤汁表面覆盖一层机油 使得热量完美保留其中 把投入的食材全部焖熟 于是不少心急的食客 都闹出过烫到嘴的笑话 滚烫的鸡汤中 融合投入食材的鲜美 使得原本寡淡的米线 变得顺滑绵软 滋味悠长 把这个菊花放进去 在米线里加菊花 是王大姐的创意之举 早在十多年前 她为了帮助父亲打理自家的米线生意 每天起早贪黑 于是经常上火 眼睛疼更是常有的事 后来听一位学中医的朋友说 菊花可以去火明目 便亲自尝试收效甚好 她便试着把菊花作为辅料 搭配在了过桥米线之中 从此她家的过桥米线 在猛字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食材是味道的本源 而勤劳智慧塑造着味道的灵魂 过桥米线的灵魂全来自汤汁 这汤汁里究竟藏着 哪些密不外传的独门绝技呢 我只是试着问了一下 而王大姐却二话没说 直接带我来到了后厨一探究竟 这个里面每天要煮五十斤骨头 五十斤骨头 对 这个鸡每天要煮七八十斤 像这个锅里至少有三十只 那比五十只 三五十只好鲜啊 对对对 一口 我尝一下这汤啊 现在这尝这个最新鲜的啊 那一口 鲜不鲜啊 哎呀 真的就是那种 完全没有添加的那种鲜味啊 八字味府的鲜 对对对 通过长时间的熬煮 骨头的精华都一点一点地 融进了汤头之中 王大姐说 想要汤头香浓 没有别的秘诀 必须舍得用真材实料 这是在蒙子做过桥米线立足的根本 我们那个汤里那个料包很 就是我们家的祖宅了 还有料包 这个料包 料包里有什么呀 能透露吗 就是我真的大体都想给你看 就是草果 花椒 那个花椒 姜 等等好多的 里面有十多少配料的 那这个是你每天自己亲自配吗 这个就是我亲自配的 虽然手中有祖传的料包 但辛苦的劳作还是必不可少 因为过桥米线是猛自人 从早吃到晚的食物 所以王大姐和她的侄女 就得以店为家 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 为早餐做准备 好 好